從那人籠從棚子內排到棚子外 綿延近百公尺 上百位民眾無懼艷揚 搶排隊就是為了吃美食 來往前喔 往那邊喔 往前 現場準備了一千份的藥膳排骨 漢堡以及五百份的烤乳豬 很香喔 很嫩啊 很嫩喔 整頭乳豬烤得金黃酥脆 一塊塊片下 現在這樣一頭大豬有一百公斤 平均每公斤要一百元 一百公斤要一萬元 過去請人帶烤 要一萬八千元 現在要兩萬二 漲了兩成 豬價飆漲8月最高每公斤 是來到了九十九點六九元 九月目前最高是一百零九點五十六元 豬肉價破百最高漲幅來到百分之十五 中秋節焊烤肉豬肉的需求量大幅增加 短時間內價格恐怕難以回穩 叫陳上衛 楊山山景 陳彰化 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